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边则是普通的火车 可以通往全国各地 这个深圳站也是经过了不少次的改进 由先前的罗虎站改为了深圳站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 让我们骄傲和自豪的火车站 为什么会说自豪和伟大 因为它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 主要运行的铁路就是管九铁路 管申铁路 金管铁路 现在带大家看一看周边的环境 高楼 林立都是 不愧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啊 先来正式介绍一下这个火车站 它目前的一个站地面积呢是6.9万平方米 是隶属于中国铁路局广州吉他有限公司 广辖的一个一等站 站台的规模是四台八线 主要运行的一个铁路是管九铁路 管申铁路 金管铁路 深圳火车站它是中国首个运行自动售票机的车站 而且它整体的一个设计理念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太理解 大家应该都知道深圳阿指是由邓小平主席提写的 尤其是在这个红色的干架大雨棚的衝托下 显得更加的光彩夺目 车站的结构主要是沦入了环保节轮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设计理念 它的一个建筑外形就如改革开放之创一样 它的一个艺术构思呢 是改以平板单调的火柴盒饰 我们可以看得见它这个帐房上呢 都是以虚实的玻璃去构建的 有点类似于平面浮雕的手法 它也就寓意着了神舟大地展开双臂 欢迎远方归来的游子 以及四方冰棚 大家可以看看这壮阔的帐房啊 当时在建立这个深圳火车站的时候啊 也就是在清宣统1911年 深圳站它设立在现在的东门老街一带 那个时候主要是由清政府隔建造 那个时候的后车厅只有30多平方米 哇 这周边的高楼真的太漂亮了 尤其是映成的这个玻璃 蓝天白云之下 前面就是深圳的罗湖口岸 右边是广深城鸡铁路 现在罗湖口岸的港口一直都是关闭的状态 大家觉得这个深圳火车站 霸不霸气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独特风格的 从这些外观布局上来看呢 这个深圳火车站的造型都是 非常的精美 这边就是广深城鸡铁路的进口 这个深圳火车站呢 也是深圳最古老的一个火车站 非常的具有代表 也是比较伟大的一个火车站 然后在这个左侧呢 还有一个罗湖三叶城 好 这个火车站呢 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个火车站再见 拜拜